我真的很难理解 清凉油这个盖子到底是谁设计的 根据网上的说法 蚝油瓶子 清凉油盖子和不锈钢标签 统称为现代三大反人类设计 尤其是这个清凉油 指甲抠不开 牙签撬不动 能不能用上全看命 但偏偏呢 大家都还不信邪 就这小玩意儿 每年销量两亿多盒 出口了八十多个国家 被外国网友亲切地称呼为 坚固的东方神油 那他们到底打不打得开 咱也不知道 但咱们的网友 为了打开它 甚至出过一系列的攻略 包括但不限于 用牙咬往桌子上摔 甚至是用棍子敲 但最后呢 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用指甲去抠 所以有小可爱就问了 这清凉油的老板到底是咋想的 那人家一开始 想法确实是好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 清凉油就采用了这种红色圆铁盒包装 在那个年代 这种圆形铁盒 就是潮流的象征 不仅美观 而且占取和鞋带都很方便 红色的外观让你一眼就能看到 而蜜蜂的盖子 最大程度的避免了 磕碰摔打造成的浪费 在那个年代 节约就是最好的竞争力 而且清凉油本身呢 又含有薄荷和脏脑等成分 所以像盖子蜜蜂 还可以避免小朋友误食 或者弄进眼睛 别以为这事不可能啊 现在的小朋友有手机电脑 而上世纪的小朋友 在家里翻箱倒柜 就是最大的乐趣 所以你会发现 清凉油从一开始 就是奔着使用兴趣的 只是时代的变化 让他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站在企业的角度 一个用了几十年的包装 就是他们最好的广告 而在这个赛道 两块钱就能买到消暑神器 他们有资格固执 更多有趣知识 关注会计创招 讲故事